长生生物疫苗事件持续发酵,家长们忧心忡忡,我家孩子接种的疫苗安全吗?怎么查出疫苗生产厂家?别急,按照这三步走。 一,登陆网址,http,www.nickproc,cncl0621,二,根据下方的过往生物质品P签发,点击,你要查询的年份,三,从生物质品P签发到疫苗进入市场,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差,比如你的P号是20120的,你在2012年4月左右查询看看,疫苗事关生命健康,质量安全融合, 不得半点瑕疵,不能有一点侥幸,更何况是打进每一位新生儿体内的疫苗,是责任,更是底线,书解疫苗焦虑,必须以查到地。 最新消息,长生生物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3日公告显示,公司当日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 长生生物23日开始起停牌,于当日下午开始起覆牌,公告信息还显示,如果长生生物因权树立案调查事项被监管部门最终认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或移送公安机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暂停上市或中止上市的风险。 此前,深交所20日曾公告对长生生物采取的监管措施。 一是电话问询公司情况,要求立即对通报事项进行披露并作出回应。 二是临续两次向公司发出关注号,督促公司核实设施产品的具体情况,重大事项披露,是否及时已及行政处罚对公司的影响。 三是要求公司根据要件部门的现场督查情况,及时披露进展。 旅行信息披露义务。 常生生物二世纪回复车,关于此次事件,公司没有因披露而未披露信息,或延迟披露信息的情况。 由于受到狂犬疫苗事件影响,预计狂犬疫苗将减少公司2018年度收入7.4亿元,预计对其他产品销售也将带来负面影响。 但目前尚无法准确预计,山东长宁长生公司百百破疫苗流向将开展后续补助工作。 山东省疾控中心日前透露,长春长生公司生产的流入山东的252600支不合格百百破疫苗,批号20160501401,流向已全部长宁。 涉及儿童未发现一次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增高,虽然监测显示,山东省接种该批次疫苗的儿童,未发现,一次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发生率更高。 山东省卫生剂生委仍要求各级疾控机构和预防接种单位密切关注,及时发现问题,妥善处置,确保每一名接种或不合格百百百破疫苗的儿童获得补助。 根据国家补充方案和接种人则的要求,近期对多数儿童进行后续补充,其他儿童在接种间隔时间到期后开展补充。 山东省疾控中心负责人还介绍,经过核查,2018年7月15日,受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的长春长生公司玫瑰违法生产的狂犬病疫苗而流入山东省,河北安排百般破疫苗补充工作。 深度汉生物质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效价不合格的细腹无细胞百百破莲和疫苗消耗和悲伤的情况。 经认真核查,留下石家庄,廊房和定州三市,共有14万3941人使用了不合格疫苗百百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 可能影响免疫保护效果,但对人体安全性没有影响。 经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系统监测,未发现一次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异常波动, 未保证接种或不合格百百百破疫苗儿童的身体健康。 河北省使用合格的百百破疫苗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益程序, 开展后续继续次百百破疫苗的常规接种。 同时,按照国家,省卫生计生委和食品料品监管局安排部署, 经省疑控中心与疫苗企业多次沟通协调,形成了补重实施方案。 该企业将向河北省提供用于补重的百百破疫苗和接种用的注射器。 疫苗和注射器到位后,急迅速开展补重工作。 重庆将对接种了不合格百百百破疫苗的儿童进行补重。 重庆市卫生计生委在公开信箱回复一名网友投诉中也表示,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重庆市将对接种了不合格百百百破疫苗的儿童进行补重。 经过组织专家讨论,以完成补重工作的技术方案,进行了全市培训。 目前正在进一步完善相关准备工作,江河涉及的山东、河北两省同步开展。 来源新华社、南方都市报、大众网、河北新闻网。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